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枝图是飞龙队导弹 二型 B 这枝导弹如何威化 这枝导弹其实是德国V2的改良 这么原始? 是由国安城改良过来的 V2是什么时候呢? V2是1945年的时候 德国佬去到末期的时候 打到英国佬派的 但是原来没有什么改善 根据那枝 那时候是苏联的叫做R1的导弹 后来经过R1 一路发展成为一种叫做战术导弹 发展了这种叫做飞模腿导弹 如果没有听到我说话 已经炸了你了 还有飞弹是来的时候 你听不到声音的 在时候才能听到声音的 还有一个是 它是射了上去接近外太空 射了上天 再转回来 是你头顶下的 所以很难找到它 所以别人说 一见到已经来到了 所以就叫做飞模腿了 这种导弹它通常有两种认号 第一种认号 是1957年 在红祥阅兵的时候 拿过去给人看 那时候用那些叫做 史太林二型的车车 改装了一个叫做流动发射台 然后将那支飞灯 放在车车上面 后来这种理带的发射台 在那个维修和保养方面 又比较麻烦 后来就去到1965年 以前就发展了二型 即是飞模腿导弹二型 即是美国人叫做SS1B 那这种二型它就怎样呢 它就不再用理带了 因为理带比较复杂 要有后勤補给 后来它转了八个车 后面的车车 一二型的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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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難找到它在那裡的原因 第三種就是這款導彈除了快 它的殺傷力高 因為它有兩種彈頭 一種叫做戰術彈頭 一種叫做核彈彈頭 即是可以裝核彈的 但問題是核彈 它認為核彈的殺傷力太高 因為它的射程不是很遠 它射到160kg 即是害怕會炸自己 所以要去到二營的時候就會好一點 它可以射到350km以外 所以它也怕核彈的殺傷力太高 對地區的影響太大 對自己也沒有益 所以它也不是很主張用核彈 後來侯塞欣覺得 我用了這隻飛無腿二營導彈以後 還是不夠威風 後來它跟伊朗鬥射 伊朗又有我便有 那到射就是打和而已 後來又如何呢 因為它多 它多又如何呢 它三支變兩支 將原料缸的位置加大了 令到推進力大了 還有射得射遠了 有些書說它射到6000km以外 射到很遠 因為行為中國射到射到 你見不到它是射到 後來就在這個情況下 它將伊朗有很多城市 因為它不準 不過最後最大問題 它不是太準 不是 V 二都是不準的 對不準的 它到了飛鏈導彈二營裏面 它的不準確率是到1000m 是一千里一七千米的范围之下 即是不太準確 但如果要殺人其實無所謂 如果要射城市是可以的 我射銅鑼灣和射到荃灣沒有所謂 都是死人的 但如果要針對軍事設施就不太行 所以到海灣戰爭 你說有二十八個軍人死的 是跌錯了 不是想在地上 他想射軍事設施的 而不是射軍營的 要是跌跌到軍營那裏 都不緊要了 都射了二十八個 城牆戰爭因飛無腿導彈死的盟軍 其實是好笑的 只有幾十人 但這裏要補充一件事 其實當時盟軍最怕是甚麼 當然他們估計都不會用核彈 但怕是甚麼化學武器 因為就算你截擊到 或是你射錯了 如果他用了很濃的化學武器 例如沙龍毒氣 那時也很麻煩 他有懷疑他有用碳錐 即是沒有證據證明 但有懷疑伊拉克有用過化學武器 為甚麼呢 因為後來參戰過的美軍 他們全部都回家 回來後生小孩都是弱智的 都是低能的 但你的腦袋不是很想說這件事 他後來也有個海灣戰後 甚麼症候群 即是說這班兵士回來生的第二代 大部分腦部的智商都有缺陷 所以就懷疑他們真的曾經在戰爭上用過 但伊拉克就說不是 這些原因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射的飛無推導彈 那些原料有毒 他也不會說他自己有毒 原料就不關他的事 不過問題是 剛才你提到的事情 他們在兩邊戰爭上用過 應該兩邊都有用 第一次用飛無推導彈是甚麼時候呢 其實是1973年 就是第四次中東戰爭 最後一天 埃及射了三支以色列 到第二次大規模用 就是兩伊戰爭 伊朗就射了77支飛無推二贏 伊拉克射了189支 即是三倍 而且大部分都是侯塞恩導彈 即是比較強勁 是的 但侯塞恩有一個很特殊的嗜好 他很喜歡做大炮 是嗎 他曾經找一個人做一支很大很大的炮 是可以射到美國那裏 這麼誇張 不過他有心被人殺了 即是那支派是很大的 即是大到你 即是從來被人做過 未見過 所以這個人有少少妄想狂 是妄想性 是的 但整件事最大的難度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它是流動的 是的 即是整件事最難搞是 如果你說它有個導彈基地 就沒問題 它都有些的 它有部份的 有部份都是固定的發射台 但那支固定發射台 後來就被美軍全部掃了 但後來因為找不到流動發射台 又怕它對美軍的進攻有決定性的東西 然後就派了Della Force和SAS深入去裏面 去找它出來 而且也做過很多實演 即是很多實習演習 用戰鬥機去找它出來 那時候有個錯誤的消息 就說這些飛模推導彈發射的時間 由裝陷到射射出來 是要一個小時的 所以只要知道它們要射 然後用F-15的戰鬥機去找它 應該有足夠時間找的 後來發現原來不是 原來它們射的時間 由準備到射射 只是十分鐘的 所以你飛到射射完便離開 所以你永遠找不到 還有一件事先進 就是飛模推導彈的燃料 跟一般的燃料有些不同 因為早期這些飛彈要射 為什麼要射? 一個小時 因為射射的時候才進入燃料 因為說那些燃料很侵蝕 所以要射射的時候才裝進去 就不能裝定 後來發現它們的飛模推導彈是不需要的 所以能夠裝上來射 所以變成它減了時間 沒有啊 所以它四處走來走 按一個按鈕射到射 這個就能夠射到 那你才糟糕 就是它由計算射射射到射 射射 一卡又要十分鐘就搞定了 但是開頭不是這樣 開頭要入了原料 然後再算 射 起碼要一個小時 結果不是 結果十分鐘就搞定了 十分鐘之內基本上 找不到 沒辦法找到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那個超級大炮 這個新聞已經有報,是加拿大人做的 叫做Jerry Bowe,那枝炮多長呢? 那枝炮是512尺 512尺? 沒有吹噓的,構思,不是真的做到 是512尺 真的很長 不是開玩笑,這枝炮可以射衛星 但怎麼過大氣層呢? 它夠動力就行了 它夠推動力,其實等於射火箭 只不過把火箭變成一個炮彈 但是也不是它自己的科學家做到的 其實就是一個加拿大的炮彈專家 就是這位朋友 我發覺一件事 他們中東大部份的武器研發、發展 全部都是找法國佬、美國佬去做的 不是,德國 德國佬去做的 最主要是德國 其實是那些外國佬找他們老襯 不是,有些人是喜歡做這些 譬如現在你看到這個 就是他們當時構思的那支炮 其中的炮管 哇,神經病 這個飛沫隊的導彈 其實後來都很出名 不是,都很多人抄 其實中國都有做 中國好像叫做蠶種導彈 是嗎? 什麼東風營 後來東風營 對,東風營 因為東風營現在其實是吹水一樣 就是它可以射一支 射爆了美國的一隻床航母艦 人家不還手就是了 人家有你射就行了 過一龍走出來 打打打打打 這樣就跟著暈 好的,遲些我們可能覺得 就是連導彈都是落後的 不過現在的導彈那個速度很快 不,現在你現在發展 那些是又精細 又不用那麼大輪 不是,是高速 又高速 是咯 比現在那個最新那個比 現在我們說這個 非常快很多倍 音速20倍 20倍? 哇,誇張 你基本上沒得追 追不到 還有你反應的時間是很慢 是的 就是你一定是反應不及的 還有它現在的雷達系統 那個AI越來越先進 越來越先進 所以呢,我想那個結論就是 你在射之前要毀滅它 其實這次應該派Delta Force 就是希望能夠在地面上 在他們未能夠射之前 我就找到它就好了 但是你聽下去這個計劃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當你沒有看過這段消息 有人跟你銷售這件事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是可行的 你看看我對那些兵 我有幾大信心 就是Delta Force Delta Force Delta Force SAS Delta Force我覺得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們以前說過 它加入的條件是相當之苛刻的 不是,它還有Levy Seal 很多隻 有Delta Force 其實是最早期的 現在接著有什麼呢 有海豹 就是Levy Seal 就是Levy Seal 還有Rangers 很多 其實我相信有些我們不知道的 都還存在 但是你看成功例子 好像Levy Seal多一點 是嗎 但是Levy Seal 不是打 只是打,應該是打海戰的 不是,它們一樣是 全天候的一樣 而且它們好像有一個標準的 就是應該是48小時之內 去到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這個不知道 任何的地方 但是它們的武器精良都會爆炸 是啊 可以全天候作戰 但是當然 大家知道 在伊拉克 其實那個地頭一定是沙漠 是的 那麼沙漠作戰 對於特種部隊來說 又不可以說它們是沒有準備 但是 這個似乎不是他們的強項 不是,還有一樣東西 那時候 那些直升機 對沙漠的氣候 當然是比較差的 試過 因為當時在卡拉達 總統那時候去營救人質 是試過派直升機上去 進去的 但是結果直升機進去 直升機進去 然後就在那裏 就直接被人知道了 因為那些三步 那些東西 就不要捱得那些風沙 哦 很容易懷的 很容易懷的 即是又沒有計算到這件事 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這就是一個長期 即是不同區域戰爭才衍生落裡的問題 是 因為美國對上一次打的 就是在越南 是 那裏沒有沙漠 濕了 就是落雨 就是濕了 濕了 就是重臨 是嗎 還有很多主席 是啊 但是換個地方 又要整套武器 全部adjust過 即是很針對性 那些東西 我想這個很自然 其實沒有士兵 任何的場合 都打得好的 是 即是除非你打了很長時間 但美國的兵不是 即是你打那麼長時間 又退役 現在又退役 所以越南打的那班 基本上在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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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灣戰 那班已經退役了 除了最高級的那班 即是鮑威爾那些 打過越戰 但那些不在前線打 是 你要去前線打 你全部要pick up 另外一套的裝備 和另外一套的學問 是 所以他打的時候 又是重新學習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看 就是 遲些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打 舉例如南海 南海有另外一個scenario 美國佬未在那裡打過 是的 但可以參考 就是以前 即是跟日本人在太平洋打的時候 那些 不是同樣 現在又比較依賴人 又少些 即是主要是機器 沒有啦 下一次 不是打人 是的 應該打機器 是全部打機器 以及打軟件 即是 等於現在我們打機 是的 打AI 好了 那件事是怎樣 下一節回來 接南友的交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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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